去年电视镜头拍摄云南北上南归象群时 曾捕捉到了一群象宝宝 今年无人机在搜寻亚洲象迁徙的过程中 再次抓拍到了象宝宝喝奶的珍贵镜头 2021年7月 赶了一天的路 象宝宝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象妈妈却很谨慎 她带着宝宝来到一处隐蔽的地方 才让宝宝尽情吸水乳汁 这时从旁边走过来一头小象 卷起自己的鼻子 轻轻地触碰象妈妈的大耳朵 好像说了句悄悄话 象宝宝也主动伸长鼻子 和这头小象打起了招呼 时隔一年 无人机再次拍摄到了有趣一幕 大象把三只象宝宝谨慎地保护在中间 其中一只乖巧地靠近妈妈身边 大口地喝起了母乳 喝得差不多了 她伸出鼻子和一旁的小伙伴致意 还让出了自己吃奶的最佳位置 真是只懂得谦让的小象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